如何拯救一台50年前的经典房车 老男人布莱恩一生都是房车车迷 他的房车承载着一家人几十年的记录 布莱恩在年轻时买下了这辆九成新的房车 在那之后就非常珍惜呵护他 可有缘人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折磨 上了年纪的布莱恩患上了各种毛病 这让他不得不放弃这辆车的维修保养 看着慢慢上锈的爱车 布莱恩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此时维修师二人组 已研究名义借走了这辆车 布莱恩的院子里停着许多辆 但唯独这辆房车是停在仓库中的 即使是废弃多年 但还是将它小心地保管到仓库中 这是一辆生产于1971年的大众房车 也是第一批平头汽车 在当时独一无二的飘窗 使得它很快就受到大众的吸引 如今这辆房车已经停转多年 但上面还是能发现维修保养的环境 布莱恩在多年时间一直尝试着修复 但年事已高的他患上了中风 右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 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一切体力活动 看着一院子收藏的老旧车 要是问到布莱恩最想把哪辆车修好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的房车 就算他知道再也不能修复这辆 但还是不时地为爱车寻找零件 就像再救一位医治不好的病人 维修师们将车运回了工作室 他们要为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坐在车里 蒂姆和福兹还能找到十几年前的生活用品 可以想象到 当初一家人真的把这辆车当做了另一个家 为了完全还原车辆 但这些发霉腐烂的窗帘车座真的需要换新 蒂姆抬起副驾驶车座 没想到下面竟然能伸展出一台烤肉甲 这就是房车给人带来的快乐 处处是惊喜 或许他们可以再大胆一点 一手开车一手烤肉 但没想到一台来自几十年前的大众甲壳虫的四缸发动机 经过简单调试过后还能点火 但需要换一套新的排气 然后蒂姆带着老旧的座椅找到了一位高手 要为表面的皮革进行重新上色 尽管皮革保存完好没有划痕 但这橙色像烟火腿一样 想要修复如新 估计还得下一番功夫 然后就是房车上这顶帐篷 上面的塑料也因为时间原因咒锁 估计还要换新 蒂姆又驱车来到大众配件厂 这里陈列着许多老旧大众汽车 其中就有他们要修复的房车版本 估计在这里能捡到一些宝贝 车厂里的福兹在为车表面的绣计做处理 但有些车顶部分的绣 要将整个车顶拆下来才能去除 福兹决定先将这一部分标记 然后他将标记部分的车皮切割下来 这样做有些难看 但这是除了替换掉整个车顶最好的办法 他找来一块其他车上的车皮焊接过来 在经过打磨喷漆过后 将与原来无异 蒂姆这边 他在配件厂找到了许多能替换的部件 车门 保险杠 一大堆配件写了一整张纸 如此照顾老板生意 老板也是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房车借给蒂姆开 蒂姆也终于得以体验到这辆车的乐趣 开上这辆车的瞬间 就仿佛在进行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 但不必感到匆忙 这辆车会让你沉淀下来 因为不论在何地 它都会为你提供一个家 拥有这辆车 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蒂姆特地带上福姿准备体验一下几十年前的房车生活 打开音乐再背上一瓶老酒 还可以在车上做一盘热乎乎的咖喱饭 然而要评价一辆房车的好坏 还是要看自己能否在里面睡一个好觉 将座椅折叠后 这里能提供一个不错的空间 车顶棚的设计也让车内能有一个良好的通风环境 享受一夜过后 两人还得继续维修工作 福姿检查了后轮的悬挂 虽然用的还是老旧的技术 但这一技术的优点也在此时体现了出来 那就是易于维护 只需要拆开悬挂 更换里面的轴衬即可 然后就是前轮 因为大众车在变速器上的设计 前车轴 刹车和悬挂都在一个单元里 他们索性进行了整体的替换 底盘部分就这样完成了整体换新 蒂姆来到之前的工作室 看看座椅修复如何 换上新皮革的效果 简直让蒂姆震惊 就像是刚出厂一般 随后他还要裁剪一些布料作为窗帘 但这对他不难 此时车厂里他们要对整个车身进行喷漆 虽然要花费一些时间 但这是让这辆车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 喷漆过后 工作室的众人要对所有配件进行最后的组合 他们调教引擎 从装了车顶 还特意找了撰写工 为这辆车写下他专属的名字 虽然工程已经临近结尾 但事情似乎总也做不完 两人一直忙活到四点 终于在最后一天完工了 这辆从获新生的老古董 是时候与他的老朋友见面了 布莱恩的女儿首先见到了他们的车 简直不敢相信 这辆车在七天前还是一堆散落着零件的报废品 看向车内 崭新的内饰不由地让他回忆起 一家人旅游的场景 但将这辆车重新交还给布莱恩 还需要一个借口 布莱恩此时在学校等待 他还以为自己的车只是被送到学校进行研究参观 但当他发现车上被蒙了一块布时 心里盈盈感到了不对劲 或许是自己的孙子搞糟了研究 他不敢继续想 结果接开幕布后 布莱恩瞬间就红了鼻子 他紧紧拥抱着自己女儿 仿佛自己年轻时 带着一家人旅行的画面浮上了心头 在三个星期前 布莱恩的车还锁在花园里不见天日 修复的梦想对于布莱恩遥不可及 而如今 他的梦想重新实现 满是秀气的车漆早已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光的渡个层和气面 像是回到了1971年 布莱恩第一次买他的那个下午 潮湿腐烂的内饰也一改往日面目 似乎已经为了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布莱恩满眼泪水 已经70岁的老男人 如今却有人替他完成了梦想 再次坐上这辆车 再次载着一家人 布莱恩正进行这一场名为时间的旅行